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 大家好 做了几餐 丰富的 来到一些比较简单的家常菜 香港经常有的食物 大家看到这里有牙带鱼 有萝卜 是不是? 大家猜到是什么? 当然是我们香港人的家常菜 另外就是这个萝卜炆大牙带 首先牙带那里 为了省大家时间 我已经买回来 我叫鱼台剁了一块块 然后拿水沖干净 我现在就隔了水 然后浸干水之后就开始制作 除了带鱼之外 今天这条萝卜就比较特别 咦?青BB是什么? 这个就是日本产品的大根 我就已经切了头来吃了 一条是28元 不贵 不过为什么28元我都不买 便宜一些本地的萝卜呢? 最主要的分别就是它没有拿 不容易起拿 而且它处理萝卜的时候 其实跟本地的萝卜差不多 都是一样的 煮淋它 加一点糖 这样去处理萝卜就很甜了 好了 那我现在就开始做了牙带 还没做之前就介绍一下 其实材料很简单 薑、蒜 圆粒蒜 然后蒜苗 然后糖芹 这些基本东西 今天我打算炖萝卜炖牙带 我用南乳起 我知道很多人没有用南乳起 不过其实南乳、腐乳、炖鱼 其实很好吃的 好了 那我们现在开始制作了 那我就力干些水 大家还记不记得我怎么和牙带鱼呢? 就... 就是... 呃... 怎样和牙带鱼 大家还记不记得? 那首先呢 准备了一些比较旧的葱 就是不是很想要的葱 接着之后呢 我们切开它 接着之后呢 我们就炸炸它 炸炸它 让它出那些葱汁出来 接着之后呢 就拿一块姜 不用批皮了 只要够干净的话呢 因为我这块姜用开 所以就不用怎么洗 接着之后呢 现在呢 因为牙带鱼呢 它本身就没有新鲜 即是游水的 所以回来呢 就视乎大家 有时候 因为它放得久 就有一些腥臭味 那我们就进一步去除腥的时候 除了我平时的那些除腥的大法之外 那这里呢 我还要是加这个 是姜和葱 那就... 如果大家尝试跟我做的咸煎牙带鱼呢 那应该就大概都知道 这个方法是非常有用的 就一点都不腥的 好了 接着之后呢 下多一点点盐 接着之后呢 就是... 胡椒碎 或者胡椒粉 接着之后呢 就下酒 再多一点都不怕 如果它的份量多 那我这里呢 其实呢 我就买了60元的 大概一斤半左右 人比较多 接着之后呢 我们呢 就将它呢 就拌均匀 那盐呢 就可以加多一点点的 要不然呢 我们呢 就要清洗它 那... 要把头部的头部 那我现在呢 大家会看到呢 我就下双手 就... 小心一点啊 小心它呢 就是... 慘了 那我们呢 就... 下手的时候呢 就要小心一点 好了 接着之后就腌它 大概半个小时左右 接着之后呢 现在呢 我们就开始处理的萝卜了 那处理的萝卜 其实也很简单的 切走它一头一尾 哦 那就是... 日本萝卜真是... 相对地 都蛮靓的 真的没什么游的 那其实呢 买本地的萝卜都不便宜的 就是买回同等份量的话 我这里买一条呢 就二十八块 但是如果是买同等份量的本地的萝卜 其实都要二十块的 那所以呢 价钱不是差很远 但是它起渣度不起渣差很远 我们又不是做生意 差个几元我们当然想吃好些了 大家说是不是? 这个菜 加上都是 这个萝卜加上 那个鱼大概都是鱼80元左右 80元左右 其实一家四口可以吃两餐的了 当然你是 不是吃太多 如果大吃点的话 一餐就差不多 我这个做法是非常惹味的 保证大家一定可以送到饭的 我给大家看一下 我刨完皮之后 看到表面没有那些网状纹吗? 那些网状纹就是 这个 我鲜头不小心被鱼刺 忏傷 有点血 不过这些是很正常的 我都习惯了 如果鲜头拌鱼那里 如果大家不太习惯 或者怕忏傷手 譬如家庭主婦那些 纤纤肉手 带手套就稳固一点 我这些入了厨几十年 就不算是很严重的意外 接着之后我们 那这个萝卜呢 那这个萝卜呢 大家喜欢的就可以是 切片就行 切粗条都行 那我这里呢 我就大概呢 就切 又不是粗条又不是片 为什么我要这样切呢 主要的原因呢 就要考虑到食家那个 就是食家那个 方便的程度 一口就一口 就差不多了 那当然啦 就有很多种切法啦 那其实呢 就大家就因应自己的需要啦 它呢 就很脆的 所以呢 大家看到呢 我下刀的时候呢 其实很明显呢 就跟我们传统上呢 我们本地萝卜呢 就有分别啦 好简单 那这样就完事啦 所有的东西 全部 搞定了 那这里呢 大概呢 就腌它半个小时 就捏到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因为我等它入味 我就不会再去 加其他的调味料的了 那现在呢 我就随声的同时间呢 就腌一腌它 等它有个底味啊 有点点咸咸的 那就足够了 OK 不过呢 等下呢 我在煎之前呢 我会进一步处理的 那大家不要走开啦 OK 好 等下见啦 好了啦 那这样呢 腌了这个牙带鱼呢 都超过半个小时了 那入味的 虽然我放得多盐 只过半个小时呢 就不足以令它很咸的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要 啊 逐一样 就是 扔回它 就是冲水啊 扔回到水那里 为什么呢 你不冲过的水呢 它就真的好咸的 还有呢 先头呢 我用那个锤声带发 就会令到它 揮发了很多的 那些腥 腥味出来啊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 其实热完之后 大家可以看一下那些水 啊 啊 都挺 噁心的 说真的 跟着之后 我们做完之后呢 我们 真的要用大水冲啊 啊 那跟着之后呢 我们就 冲完之后呢 还有下一个步骤的 那现在呢 因为我用酒啊 和盐啊 姜啊 葱啊 这样就腌它呢 那就变了呢 它现在呢 就出来的那个味道呢 就相对啊 本来呢 就很大股那些腥臭味的 那现在呢 这些鱼呢 就会变成很 很清新的感觉了 那我一直都是开住的 为什么呢 因为这样才可以 完全啊 将它那些 就是那些 呃 表面那些盐啊 就完全洗乾淨它啊 好了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进入下一个步骤了 那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开火 先烧锅先 先烧锅先啊 跟着这个时候呢 我们呢 就要下生粉了 那不需要认真呢 去 去 和它瓶干水的 因为那些生粉呢 都会 啊 都会和它吸点水的 不过都是多水啊 所以就倒一些水出来吧 那它表面呢 就粘一点点粉就行了了 那就小心啊啊 我现在这样涂手的拌它呢 就有机会啊 它那些骨呢 就是会惨了啊 那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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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弱略吧 那如果呢 那如果呢 它很湿身的话 那不用很干身的 最重要呢 就不要太湿身 即是太过湿就可以了 那 那就是先流呢 我就懒了 那 没有很多那些 就是 流了有水在那里 那 那就可以了 那就可以了 那 那些粉呢 我们一定要拌匀它 就不要 等那些粉呢 有干粉出现了 那 那 那这样拌匀了 那这样拌匀它之后 OK了 那这个时候呢 这锅都够红了 跟着之后呢 我们就下油 那 那 因为这锅比较深啊 那所以呢 我们煎鱼的时候呢 我们就要是 下多少少油啊 没办法的 因为它深而已 如果你 就是 它深之余呢 就是说 我呢 就 比较上是 那个份量比较大啊 但是如果呢 大家是 那个份量不是太大的话呢 就 都不用加那么多油的 OK 好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呢 就将 关小火先 不好意思啊 差点 糖漏了 那 大家看一下我那个 控制那个 那个 火力啊 向左手边 关平均小火 好 等它呢 就稍微降一下 降温先 这几只锅 浪均一些油 好了 跟着之后呢 我们就逐件放下去了 这个表面呢 有点粉 在这里 啊 那就足够了 不用很多粉的啊 好 大家看到我的份量比较多啊 啊 那还有些粉 在这里的 好 这个时候呢 我们呢 就要将它呢 浪均一些油 看不见到 它立刻自己会离锅了 为什么呢 因为我烧锅烧得漂亮咯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又要拿 反而要拿锅铲 搅着锅铲 他先動一下 售一搅着它 如果不然呢 他便会移动到四周 也是 大家看到嗎? 它當時自己是滑來滑去 這個時候我們就把油 一定要碰過所有的魚片 好 好 這樣就可以了 然後我們就三分鐘又三分鐘來了 三分鐘 然後上鑊蓋 留一點空位讓它休息 然後就形成一個天然的焗爐 煎魚是特別漂亮的 又不用油彈出 大家看到三分鐘之後我們看看 好了 三分鐘響了 我們先拿開鑊蓋 現在還未可以的 這個時候我開大火 進行補火 補火的階段 我們要是 要 每一邊 要翻一翻鑊 然後每一邊大概十幾二十秒就好了 就不要太久 要不然就會焦了 你看到那些油 就很軸的 因為它有水出 用鑊鏟頂一頂 順便擋一下油 讓它不要散到周圍 也是 那 那 什麼時候補火完呢 就是讓它的油 就不要太軸 那 就證明它就夠金香了 但是如果那些油粥還是白色的 比較多的 那 其實它就有水出 有水出 就自然就不漂亮 自然 你一剷它 它就會黏鑊底 那 一黏鑊底 自然你一剷的話 那些魚便會散掉 其實牙帶 是很容易散的 用鑊鏟這樣 撕起它 就頂一頂油 就不要讓它不要彈傷自己 那這個時候 我們要用鼻紋 就小心它會焦 現在的油就可以清了 這個時候呢 我們呢 就稍微 就加少少油下去 這個時候呢 因為發覺它不夠油 這個時候呢 大家會看到那些油呢 就開始由白色呢 就變成有少少少黃 然後呢 這個時候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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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就會相對 就比較清一些 那就代表呢 它開始呢 那些水分就蒸發得七七八八了 這樣呢 我們就隨時都要起鑊 那現在這個時候呢 我們要用鼻去聞它 它有沒有洞 那還有呢 大家看到呢 我每邊呢 都是 大概十幾二十秒鐘 就不要太久 現在這個時候呢 現在這個時候呢 有少少焦了 抽起這隻鑊 關小火 聞到有少少焦味了 現在大家看不看到 它是黏鑊黏得相對緊要 就沒有鮮頭 那麼明顯的動 因為它出了那些水 這個時候呢 雖然說 我是 關小火 但是也不要馬上剷它 繼續 補火 如果這個時候呢 它有少少貼底 你硬硬去剷它的話 就有機會呢 就令到它呢 就是會是 整個魚是散了的 現在呢 現在呢 我輕輕 試探性質 OK 行了 原來這一邊黏了 它頂住了 現在呢 就開始可以 可以呢 慢慢收起火 之後呢 慢慢我們剷起它 是呀 因為我下了粉 所以它會黏在一起 那麼我們要利用我的慣性 一、二、三 大家看到了 有少少焦 這個呢 大家一定要注意的 大火呢 大火呢 你去補火的時候呢 大家一定要注意那個 就是那個時間啦 如果不是因為鮮頭呢 有少少貼底呢 我就不會弄那麼久的 OK 好 那現在呢 我們繼續吧 不要理它了 加少少油 那麼現在是小火 是不是 跟著之後呢 我們繼續呢 就是又是三分鐘啦 又是三分鐘時間 好 那麼三分鐘之後 就跟大家再分享 看看如何了 好了 那麼又三分鐘過了 然後呢 這個時候呢 我們呢 我們呢 下 一些胡椒 下去 進一步呢 就可以是 增加 增加 增強它的香氣 以及呢 就令到它呢 就沒有那麼容易呢 就是 有腥味 這個就OK啦 那麼 稍為呢 這次呢 因為它呢 已經是離了鑊底呢 那麼我們呢 就可以很輕鬆地擀它 這樣就準備 走啊 灑走啊 就進一步去壓制它那個 它那個 它那個 腥味啊 好 那 這樣就搞定了 因為鮮頭呢 補火補得太久啊 那麼它本身呢 就已經是熟了的了 那麼這個時候呢 我們呢 就準備好 一個 嗯 西仔 就可以呢 如果它多油的話呢 就把油拌了 那麼大家可以 看一下它那個效果 那麼有部分 好的 這樣它會有些小焦點 會有些小焦點 就先補過了 那麽大家 要注意一下 好 這個時候呢 我們就 我們就 鑊一鑊 那麽 現在呢 就進入這個大直路了 稍微呢 用這個竹刷呢 這個竹刷呢 稍微呢 就掃一掃它 掃走那些漬啊 保留那些油份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用这个厨子去抹 有朋友就说 我这样做就是不合卫生 但是我可以告诉大家 餐厅也是这样做的 我说西厨 中厨因为它的厨头设计 是可以给你很粗暴地去清洗那只锅 所以中厨就不存在用厨子去抹 锅这个过程 但是西厨因为它的厨头设计 就不同于中厨的 它就不可以在厨头上洗的 所以通常如果不是太严重 它们都会用厨子去抹 它都是用厨子去抹 现在就烧锅 建红 建烟 大火烧锅 建烟 然后下油 这次我又是下猪油 下猪油 为什么我这么喜欢下猪油呢 煮鱼呢 你下猪油其实可以抹腥的 我不知道大家知道 其实本身猪油是很鲜的 你加上这个鱼呢 其实就是先上加鲜 好 这个时候呢 它又建烟了 接着开始下料炒 先是下姜片 炒香的姜片 让它出一出味先 好 好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下南鱼了 南鱼呢 就不用多 啊 半砖 就够了 这个份量 那我就 现在爆炒锅之后呢 我现在下南鱼呢 我先关小火先 大家要看着火来控制一下 因为我关小火 我就不怕它 先打好这个酱 先打好这个酱 那不用打太久了 就不同那些 就是我们炆肉的方法 炆肉就不用打太久了 只要打融了就可以了 现在开大火 然后下萝卜 下萝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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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看我炒得很干净的 好 好了 接着下萝卜 下萝卜 下萝卜 大概200ml 不够的 再多一点 加萝卜 大概400ml 水 就下萝卜 就在那里了 好 这个时候 我们炆它 就什么都不下 不过要下冰糖 为什么要下呢 因为 第一 下冰糖 可以令到它快点腍 第二 就是 带一点点甜味 就令到萝卜 就没那么快苦的 OK 冰糖大概加了两粒方糖的份量 记住是方糖的份量,不是叫你加方糖 而是叫你加冰糖 现在什么都不用调味 不要加酱油,不要调味 因为这个时候调味 第一,你是不能预测味道 因为它会收水 第二,就是会令到萝卜苦 这个时候调味的咸 好,盖住它 大火滚了之后 我们先煮它8分钟 等它滚了 滚完之后才开始计时8分钟 好,现在我先关机 待会滚了8分钟 我再开机和大家分享 就进入最后的程序 其实是很简单的 OK 好了,大火滚了8分钟 看看现在 其实水的份量刚刚好 不要以为太多 8分钟之后 萝卜还差一点 所以我再加一点水 让它滚到去 滚多2分钟 因为萝卜比较厚 因为萝卜比较厚 如果想快一点 就可以切薄一点 好,等它再翻滚 好,等它再翻滚 再多2分钟 好,等它再翻滚 2分钟之后 好,等它再翻滚 好,等它再翻滚 好了,2分钟又过了 即是总共用了10分钟 萝卜 现在就好很多了 如何判断萝卜可以吗 就是如果它比较偏白的话 即是好像它生的时候 那种颜色 那样就未够新的 要炆到它 半透明状态 那样就够新了 其实和炒芥朵 炒菜是一模一样的 不过萝卜 就相对 就要比较长时间 好了,这个时候 我们就可以调味了 接着之后大概 下1斤盐 下1斤盐 接着之后 下1斤盐 下1斤盐 那就差不多了 那我试一下味 嗯,是的 接着之后呢 我们将这个 鱼呢 就倒回去 拌均匀 接着之后呢 我们就将这个 糖芹 这个是 酸苗 这个时候呢 那些水呢 就揮发得七七八八的了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呢 就可以呢 就是 下一些水 把芡 下去 等它的汁呢 就有少少 带少少少黏性 啊 带少少黏性 不是要它 收水啊 啊 所以呢 这里呢 水可以放多些下去的 那 那 水那里不够的话 可以再放多一点 那 这个时候呢 我们的目的呢 是炒到它呢 那个效果 是好的而已 就不是呢 不是呢 要是炒熟 那些 完全炒熟 那些 蒜苗 或者芹菜啊 好了 那现在呢 那就稍微呢 兜一兜它就可以了 那 为什么我这么轻手呢 原因呢 就是我怕著啊 兜多两兜呢 那些牙带呢 就会是散架 我们只需要呢 兜一兜它 这样呢 等那些汁呢 就掛了 掛少少在那个鱼身那里 就可以了 好 那现在 关火了 跟着呢 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 把那些鱼 倒下去 我可以跟大家说呢 这个呢 就是非常之惹味的 这个菜 啊 那我稍微呢 就 拖一拖平它 慢慢擦 擦擦擦 那边边啊 跟着呢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将那些葱花 就撒上面 提香 还有呢 就好看些 好 整件事就完了 那 那 这个菜呢 其实呢 亦都是香港的家常菜 来的 那就是 这个是 萝卜炆牙大鱼啊 那呢 我今天呢 这个 我很相信呢 又有观众会说 原来可以下这个 南乳炆啊 这么特别的 我也不知道啊 我也说了 全城 自我妈妈 我妈妈那一代 那呢 蚊乳呢 落南乳 我估计 应该就 没什么人会这样做的了 那可能呢 甚至有些人说 你都不是正宗的 那 唉 你不要理我 我正不正宗 我家里就是这样吃 我家里都是渔民 嗯 嗯 应该这么说 我们家里的上一代 都是渔民 那 我们有我们的食法 这个我可以肯定 跟大家说 这个不是潮州 或者是旦家人的 正宗的食法 这个是没错 哦 不过呢 在追求美味上 我自己觉得 这个萝卜炆 牙带鱼 其实呢 偶尔中 在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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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比较清 那 而我这个 这个 就是加了 那大家可以看到 我先头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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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序是怎么做的 那就不像我们炆猪肉 那样 就要炒到那些 料 炒到那些 酱就很香的 我们只需要 这个 这个 有南乳味 就已经可以了 等于是什么呢 等于是 我做一个折瓜 虾米粉丝煲 一模一样 都是用南乳 我们家里很喜欢用南乳的 大家 先不要说正不正宗 试一下 好吗 那我就总结 首先 牙带鱼 如果你不去特别处理它的话 它肯定是有一种 有点怪味的肥 的腥 的 油脂的味道 大家觉不觉不觉 如果你不特别处理的话 它跟 其实牙带鱼 它有点像是 狗肚鱼那样的 如果它不是特别新鲜 譬如说我们 我试过真的新鲜的牙带鱼 一上水 它还懂得动 还懂得咬人的时候 我们就一刀鱼了它 接着下一个小时 就变成我们的盆中餐 我可以告诉大家 这些牙带鱼是非常非常鲜美的 我以前也说过 以前我跟人出海的时候 因为我小时候 但是我又懂得煮饭 我没有其他东西做 我就做火头军 所以牙带鱼煮足 大家想都想不到 不过大家千万不要 听完我说完之后 就去学 我跟你说 你在街市买回来的牙带鱼 你妈妈都不认得 很多的海鲜都有这个弊病 即是说它一上水还活的时候 我们马上放血 它是不腥的 你不需要下姜 你就这样煮白粥出来 然后拿下去灼熟它 就这样吃 你嫌它不够咸 就要喝一点熟油豉油 或者辣椒醬 已经是那种滋味 你是没办法去形容的 但是这种食制 这种食法 你亦都不能复制 在香港来计 或者智得硬度 你上岸之后是不能复制的 为什么呢? 他求的是一上水 即放血 即刻煮 那种鲜味 但是 如果我们在街市买回来 牙带鱼多数都是冰鲜的 牙带鱼 这里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如何选牙带鱼 牙带鱼 第一,它是银色的 它银色当中 它越是放得久 即是越是不新鲜 它的银色会掉色的 即是说 你一进去 一埋到鱼档那里 冰鲜鱼档那里 你马上一看 它整个身 那些颜色是否完整 如果有少少花痕 或者花痕越来越多的时候 证明那条牙带鱼都不知道 搬来搬去放了多久了 这是第一样的 第二,大家都知道牙带鱼 它是很容易认的 就算你不认得它那条 长到皮带的身形之外 其实你一看她的眼 它是有很鲜明的黄色的眼白 在这里 除了要看眼珠 够不够乌黑色 够不够亮丽之外 还要看她的黄色够不够鲜 她的黄色越鲜 眼睛越是乌黑 那条牙带鱼就越新鲜 其实其他鱼也是一样的 你看看眼珠 越是乌黑,油亮的 就越新鲜 可以吗? OK? 下次就知道 如何选择牙带鱼了 但是 通常这些牙带鱼 你是很少会遇到的 通常它第一水回来 你会看到 通常它不会立即卖光 所以第一天很漂亮 第二、第三天 就开始越来越啞 而且眼睛越来越啞色之外 那些皮就会掉色的 可以吗? 就这样去选牙带鱼了 好了 我们回来的时候 估论它是怎样都好 它越放得久 它总是有一种似声非声 但是带有很重油脂味的怪味 那我们要怎样处理呢? 我们跟这个九肚鱼是一模一样的做法 大家有没有跟着我做过九肚鱼 焦炎九肚鱼 是不是跟着我的方法 是不是真的一点声味都没有? 是不是跟酒家的味道一模一样? 是不是? 所以呢 我在跟它随声的时间 除了我传统上一直以来用的方法之后 我还要加姜和葱 跟它增味 那些姜和葱 也可以同时间压制它那种似油 就是有些腥臭味的油脂味 可以吗? 那经过这样的程序之后 你基本上那条牙带 那条牙带鱼就不会腥了 OK? 接着我们煎 今天我不是煎得太好 有点凶底 因为它有点黏底 我就怕它起得不好 我就补火的时候时间长了 大家要注意这件事了 另外就是在我们煎之前 要清洗干净它 那这个牙带鱼 我除了是随声大发之外 另外我也想它入味 所以平时我们除了随声大发 就是五分钟而已 但是它呢 我只是放在这里 静止它是三十分钟以上 这样就可以令到牙带鱼有些底味 有点咸味的 可以吗? 有点香味的 OK? 好了 我们清除了 即是够钟了 接着我们要冲洗它 清除表面的盐分 清洗完之后 然后我们要加生粉去拌一拌它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这样是会相对地在炆煮的过程 因为我们有湿水的时候 不像煎完就马上吃 就像我上次的做法 变成它在湿水的情况下 如果你不沾一点粉去煎 它就很容易流失水分 那块鱼就不好吃 但是你加一点粉去煎 即是拌一拌它才煎 就煎得更漂亮 同时也可以保护它的水分 令到那块鱼炆起来之后 就更加容易吸味 因为它表面的粉会吸味 吸了蓝鱼味之外 也可以令到那块鱼更加好吃 OK? 好了 在萝卜那里呢 今天我比较特别一点 不是用本地萝卜 而是用日本的大根 日本的萝卜就不是叫萝卜 它叫大根 OK? 那它特别之处呢 第一 它很大碗的 所以叫大根 第二 它每一碗都是一模一样的 就是不会像本地萝卜那样 生到三千八角 又会转弯的 所以它基本上每一条 大小都差不多 这个是它的特色 这是第一 第二个特色是什么呢? 日本的萝卜 是没有渣的 但是它依然 都会是有少少苦味的 就是你处理不当 就是有少少苦味的 那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办呢? 我们通常就是 放冰糖下去 煮它一会儿 这样就和本地萝卜的处理方式 是一模一样的 那就可以令到它没有那么稠 或者是带一点甜味 然后然后也会比较快淋 OK? 行不行? 好了 我这个饭的特色就是 下了南鱼 南鱼煮海鲜 我相信一般的香港人都不会做 在我们家里是比较特别的 不过我可以告诉你 你用了南鱼 我现在说一说 我流口水 用了南鱼之后 那个味道会特别香 你吃下去会特别有感觉 当然有些人是首旧派 或者是原教旨主义派 他觉得你做海鲜 你下这么重的味道 怎么可以呢? 第二件事不敢包 我们可以炆这个牙带鱼 或者可能是炆 除了炆牙带鱼 还有炆猫仔鱼 那些 因为它们的鱼味比较重 其实重到 就未必个人受得起 反而你加了少少南鱼下去 就可以炆弹它 令到它更加夜味之余 人们是不会觉得腥的 就算有少少腥 因为有南鱼味 也会较容易入口 这个 大家要辩通一下 我经常说 你要海鲜味 不代表你要腥味 我们要吃鱼的时候 首先第一个要点 要先脱腥 你做什么鱼也是 你跟我说 那条鱼多么好吃 一咬口腥腥腥的 腥腥腥的 哪里还有兴趣吃 大家说是不是 所以很多时候 我们要视乎 食材新鲜的程度 我先说 牙带鱼一上水 立刻放血 一个小时之后 可以吃的那些 基本上 你不放姜也不会腥的 那问题就是 你在香港 游水鱼的 多数都是养鱼 是不是 如果真是野生 譬如说 一条野生的黄鱼 大哥 不用多一斤 一斤鬆一点 可能几千元 一条 一条野生方 又几千元 是不是 明白吗 要是你用钱去搭救 你所谓的原教主主义 如果你是没办法 不够钱 没钱 但是又要吃鱼 那我们就光顾冰鲜鱼当 冰鲜鱼当 我可以跟大家说 那条鱼 卖到最后那一轮鱼 其实由它上水 已经隔了一个星期以上 那你告诉我 这么不新鲜的鱼 不要说是新不新鲜 就算无论它保护得多好 它始终来说 死了这么久 它不多不少 身体都有些变化的 就是我们经常行过冰鲜鱼当 那种腥味 腥臭味的来源 所以我们一定要在这方面 要着手处理 行不行 好了 那萝卜那里 先头 我第一次是8分钟的 但其实我知道是不够时间的 那我就尝试一下 那萝卜那里 如果你想萝卜它快一点 其实你可以切薄一点 行不行 如果你切到好像我这些 那么厚的话 那通常10分钟或以上 才会比较是 淋的 那当然了 我不需要很淋 淋到一入口就即化那种 那OK 没问题的 8分钟就一定可以的 好不好 好了 然后最后 这道菜 就有一些特别 我会打蜆的 为什么会打蜆呢 大家会看到这个磨底 这个磨底是有汁的 那为什么我要打蜆呢? 大家都知道我不喜欢打蜆的嘛 为什么我要打蜆呢? 原因就是因为我要把蓝乳味 那些汁的味道 就要挂在食材上面 所以我就要打蜆 但我打蜆的目的不是要它收干水 而是令到它那些汁呢 那些鱼汁呢 就挂在食材上面 这样呢 是会增加大家的食欲和香口感的 对不对? 这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就是 大家知道 我经常强调打蜆 打得漂亮 你就可以很好吃的嘛 要打得漂亮的话 就一定要炒得很干的嘛 但是呢 在这些炆煮来说 其实也不算很久 在说的都是十几分钟而已 对不对? 那我们是不需要打得很干的 但是一定要什么呢? 一定要让薑蒜出了味 始终也是花点时间 但是就快很多的 记住 而且要先下薑 然后再下蒜头 为什么呢? 因为薑是受火 是让蒜头久的 所以薑是较难出味 那我们为了要两种都要出味 所以先下薑炒一炒 我们的鼻子嗅到有薑味了 才下蒜头 那就一定没错了 OK?行不行? 基本上就是这么多了 希望大家喜欢 这个真的很好吃 不用试味 我吃了几十年了 OK? 多谢大家收看 希望大家有个新鲜思维 原来蓝鱼是可以炆海鲜的 当然可以 多谢大家收看 拜拜